大家好 我是秦燕營 歡迎來到全球大白話 今天非常開心 我們邀請到的是 北京清華大學法學博士 蔡振元委員 委員好 主持人好 我們各位網路上的朋友們大家好 好 今天要跟大家好好來聊一聊 基本上呢 在目前國際上就兩件大事 一個就是以他戰爭 因為目前最新最新消息 白宮幫以色列宣布 以色列這一面呢 還沒有進一步的有所回應 白宮的講法是在他們努力 多日來的斡旋之下 終於啦 他們願意每天停火四個小時 好 可是呢 這真的夠嗎 原因是因為 納塔尼亞湖很明確的說了 絕對不會停火 這個叫做暫停一下 這邊暫停一下 這邊暫停一下 一次四小時 每一次暫停之前的 三個小時公佈 這個難民有辦法 真的能夠得到人道的疏離嗎 好 我們等等呢 就要來請教這個委員 那另一個部分呢 則是美中之間啦 原因是因為 APEC即將要召開 那現在傳出消息 就11月15號 習拜會 拜習會 即將要在舊金山這裡登場 而且呢 現在也看到了 包括了何立峰 包括葉倫 他們目前人也在美國 他們再一次的 有經濟方面的對話 雙方也都提出了一些要求 一個提6個 一個是在國會這邊提出10個 真的這場拜習會 會有實際的討論 會有實際的成果嗎 欸 我們等等要請教一下 這個波士怎麼樣來看 首先我們要先來看到 以哈這個部分了哈 好 原因是因為呢 在這一回 以色列這邊很開心的 跟他們自己的國民說 說我們基站了10個小時 我們終於拿下一個 重要的軍事據點了 那他們的講法就是說呢 他們現在目前為止的戰功 他們列為戰功 就是已經炸了130個地道的入口 然後他們也帶這個 包括了西方媒體 美國啊 英國的記者 進到地道裡面看 他們就告訴你說 你看這個掩護是用什麼掩護 用幼稚園做掩護 用醫院做掩護 所以呢 換句話說 他也是在佐證自己 先前包括了炸醫院啊 炸救護車啊 這一些讓人家覺得 應該被列為戰爭罪的行為 是有道理的 好 再要來談到的是什麼 白宮我們剛剛講的 說現在呢 說以色列已經同意 每天在加薩這邊行動呢 是暫停4個小時 讓大家可以人道疏離 同時白宮也要求他 必須要再建一條 人道的疏散的管道 好 可是呢 拜登有在說 是有個可能停多一點 停戰3天 那到目前為止 聯合國呢最新的一個表態 是說他們認為 以色列巴勒斯坦 雙雙都是犯下戰爭罪的 我們想要先請教一下 委員你怎麼樣來看 因為到目前為止 他說願意停啊 但一次4個小時 然後呢我們有看到一些畫面 就是他們讓這一些人離開的時候 是必須要雙手高舉啊 然後還要舉白旗啊 等等這些行為讓大家覺得說 是不是某種層面 也是在收入巴勒斯坦人 在談以巴戰爭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我們在談論這個問題 是有兩種的不同的方法 這叫 術語上叫途徑 研究途徑 是 第一種就是說 我們要去揭發 討論以色列的罪行 然後討論巴勒斯坦人的傷痛 然後可以讓大家情緒上獲得寄託跟共鳴 這是第一種談論的方式 那第二種談論的方式呢 就很冷冰冰的去談論 雙方面的資源 籌碼戰法 以及未來可能的發展的途徑 那通常這第二種途徑 因為沒有達到現在大家情緒 在痛苦悲傷中可以抒發的 所以通常就會覺得 啊你這講的不對 哈馬斯一定贏 這類的東西 那我跟各位要報告 從戰爭第一天 我就用採取第二種途徑 我沒有採取第一種途徑 所以很多那個情緒上 看到我冷冰冰的 把事實攤在他面前 不能接受了 就是說 你是不是猶太人的支持者 哈哈哈哈 那個就就不是我們討論這個方法的 另外一個一個approach 那我從頭到尾談問題 就是這個approach 那第一個時間啊 我就接受媒體在討論的時候 我就說第一個石油不會長 第二個附近的戰爭不會擴大 第三個我說哈馬斯會被消滅 那當然有人講說 哎你現在仇恨多了 哈馬斯的年輕人長大了 那以後會回來 那這長大了以後是20年後的事情 而且能不能形成哈馬斯不一定 這個不是現在這場戰爭裡面 可能發展的方向 那討論這個現在以巴戰爭的戰情 我加了兩個資料 給大家做參考 第一個資料就是說 哈馬斯他是一個武裝型的政黨 那他是黨政合一 所以哈馬斯現在是 巴勒斯坦的統治當局 就是在加薩走廊部分 他跟中央政府的 阿巴斯的政府是不相來往的 所以我們只要確定這個格局 那哈馬斯這個政黨是怎麼組成的呢 他是有很多的海內外的 哈馬斯的代表大會 這黨員然後有個代表大會 哈馬斯的代表大會選出 20名的政治局委員 他名字也是學蘇聯的概念 是政治局委員 那其中領導人叫政治局主席 那有一個接班人啊 所以他們叫做第二號人物 大概選出是這兩個人物 這兩個人物呢 我先說明一下 20名政治局委員 在最近這一波以色列的攻擊 已經死亡了8個 已經死亡了8個 那8個人裡面 除了兩個女性 因為20個人裡面只有兩名女性 都全部陣亡了 但這兩名女性負責的 都是比較衛生之類的東西 然後其他有戰鬥性質的 另外的6名的男性 那已經都在這一波攻擊裡面陣亡 所以哈馬斯是20名的領導階層 然後已經死亡了8名 所以剩下的12名 12名呢 現在是 負起現在哈馬斯的 整個運作的一個工作 第二個消息告訴大家 就哈馬斯的最高領導人 已經被圍在某一個特定地點 但是以色列美國 都沒有公佈這個地點在哪裡 他已經逃不出來了 已經被圍困在這裡面 然後第二個領導人 代夫他的名字代夫 現在在逃亡當中 可能在地道上逃亡 或許在哪個地方逃亡 目前不清楚 所以這兩個東西顯示說 以色列的進展 不是我們外面所講的 好像攻擊的績效很少 相對的 在這個幾天事件 哈馬斯的領導階層 就已經快死亡一半了 那更不用講其他的指揮官 所以哈馬斯是奮戰不屑 但是也是代價慘重 相對的當然有人講說 以色列軍人啊軍官啊 什麼什麼營長旅長啊 對以色列來講 這個是損失是承擔得起的 他們這種人多的是 所以可以不斷的補上去 那我在當時在第一個時間判斷 哈馬斯會不會以色列消滅 就是根據這樣的概念來的 但是當時遭到很龐大的指責 怎麼可能哈馬斯戰鬥力多強啊等等 我先說明一下 在國際壓力底下 這場戰爭有兩條戰線 第一條戰線就實質的 在加薩的 加薩的地面 我先講清楚地面作戰 兩個月內會結束 地面作戰 我先講的地面作戰 其他的遊擊戰 或者其他的地道戰 那另外一回事 那已經不是正規戰爭了 地道戰兩個月內會結束 因為以色列在這方面擁有壓倒性的優勢 是 論了一個戰爭 很大的一個困境就是說 軍人最大的困境是補給 那補給是要錢 你說為什麼要補給 我們彈粉長很多 我跟各位解釋一下 像俄羅斯一天打 1萬顆炮彈 連卡車載都再來不及 你就知道說那個炮彈有多重 那運輸線有多長 所以現在遠遠不斷的供應 因為軍人本身作戰的人 帶不了太多的彈藥跟糧食 所以隨時要後面補充 哈馬斯在這邊幾乎沒有補充 他孤立無援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能夠在軍事上給他任何的幫助 可是以色列不一樣啊 美國給錢給彈藥 還把在烏克蘭的愛國者導彈 搬到以色列的附近 雖然沒有搬到以色列境內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我看到無人機啦 中國制美國制全部送啊 德國也是啊 德國本來來說去年好像才兩千多 現在已經到三億多 就是也是全部送 哎對啊對啊 所以一個軍隊有源源不斷補棄 而且人員源源不斷補棄 也就是說我一個對你一個來死亡 以色列都死得起 現在已經到這種劇院了 所以我跟各位解說 所以哈馬斯必定會在這一場戰爭裡面 慘敗一路因為他們沒有埃及不幫忙 埃及是最能夠幫忙他不幫忙 那沙特不幫忙 然後平常心裡講 真主黨也窮得要命啊 那個什麼以色列民兵啊 都窮得要命 以色列根本是一窮二百 內戰打完色列就國不成果 沒有辦法給他任何實質的幫助 所以哈馬斯獨立作戰 這種孤軍啊 固守一個據點 他不可能持久了 比如我們會討論到說 那以色列可能會有一些傷亡 他就戰爭這個傷亡 以他的人數比例是很低 我們只要看俄烏戰爭 知道這個比例非常的低 不是說以色列很善於作戰 而是哈馬斯的武力有限 這是一個先天性的困難 他也被困住了 沒有辦法把他送東西進去 那再來就是說我們談到說 以色列在第二條戰線上 他輸的就是政治戰線 軍事戰線以色列是贏的 而且必定會贏 那在政治戰線以色列必定會輸 他政治戰線從看得到聯合國 聯合國人權的這個什麼公署 那從美國的政壇上面 等等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拜登壓力很大 就逼著以色列來一個指定地點 指定途徑 四個小時的疏散 那第一天的四個小時的疏散 從加薩城疏散是五萬人 五萬人 那你可以看得到很可憐的 有些根本沒有倫理 有些人不能動的 是用門板 隨便定了一個腳踏車 輪子之中都推出去 那有任何能夠給他幫忙嗎 沒有因為進不去 所以在這一場這個加薩走廊 一天五萬人 其實未來的疏散的人數會越來越少 因為他本來就剩下20萬到30萬人 所以能夠疏散的 大概幾天就疏散完 那這個接下來就是說 如果有更激烈的作戰 平民死亡的數字就會下降 這也是這整個 你說這個是對於這個以色列來講 他這樣的做的方式 等於是太殘忍的逼著這些人走 因為他就先炸嘛 炸到你不得不嘛 對對對 那這裡面當然也有哈馬斯 不希望他控制老百姓走 因為哈馬斯採取一個人肉盾牌的策略 這人肉盾牌有兩種 一種是拿自己巴勒斯坦的老百姓 當人肉盾牌 在戰爭上是很常見的事 但是另外一個就是拿人子當人肉盾牌 現在還有一些以色列人子 當人肉盾牌 那這個可是看得出來 這個內坦亞胡 根本不在乎人子的安危 他就是口頭上說我關心等等 但是他很顯然就是說 第一個作戰要消滅所有的 哈馬斯的領導階層 組織架構 還有他的部隊的武裝力量 還有部隊的武裝人員 大概平民哈馬斯 大概不是重點 那其他就是黨員有些是武裝黨員 有些副威武裝黨員 那可能哈馬斯年輕一代的 以色列是很殘忍的 所以在這個狀況裡面 我們只能很冷靜說 這個世界的發展過去 那你聯合國通過再做決議 能不能幫得上忙 沒有辦法 直接這樣有沒有制裁他沒有 那美國給以色列的支持 力量超過我們的想像之外 他根本美國完全無視於 國際上的輿論跟人道的呼籲 第一個證據是什麼 這個前幾天把 這個美國的眾議院的議長 新任的這個眾議院議長 還公開在美國眾議院裡面講 全力支持以色列 全力要求以色列消滅哈馬斯 但是要求以色列消滅哈馬斯 他說哈馬斯是恐怖分子 一定要消滅 這是第一個證據 第二個證據 再更早一點 美國的參議院多數黨領袖 蘇默剛好在訪問中國大陸 爆發這個戰爭 他當著中國大陸的重要關聯 包括王毅 這個很大聲的辱罵中國 為什麼沒有停以色列 要求中方 你這樣講是比較外交語言 所以你知道 猶太人在美國裡面的那種情緒的一個憤怒 或者他們掌控的資源 然後更經典的就是美國的眾議院 只有一席巴勒斯坦裔的眾議員 就一席 然後他不過是站到那個演講台上說 巴勒斯坦也是人 我們要求巴勒斯坦人被當人看待 我們要求國際上趕快或者美國政府要求以色列停火 他講這個什麼 很溫和了吧 不要忘記 共和黨馬上提議 因為他是民主黨 這個巴勒斯坦 一個女議員 共和黨馬上提議 提議給予譴責案 這Sension 你知道嗎 這個譴責案的投票數是200多票 對188票 也就是民主黨有好多議員 根本就沒有挺這位女議員 沒有 這是一個證據 然後在民意調查上也顯示 就是說 認為以色列報復過度的大概48% 看起來好像很多 可是不要忘記 認為 認為就是說 以色列報復剛剛好適度的多少 38% 還有個18%還不夠的 那38%加18%那也是56% 對啊 超過了 因為中間也超過了 那你就知道說 美國對於以色列的態度 跟對於這個巴勒斯坦哈馬斯的態度 跟國際社會是完全不一樣 對 然後美國把他的 這個G7的外長都找來 是啊 耳提面命 雖然表面上 好像法國表上哎呦我不太贊成 可是還是通過一個決議啊 對 那個決議根本就是溫柔的呼喚 應該這樣講啊 布林肯他先去了以色列 去了中東沒人理他 所以他就去了日本 去日本找G7外長來 很溫暖 大家都投都沒有都沒有反對他 只有法國講兩句比較不重 因為法國他自己要開一個論壇啊 你叫他這怎麼開下去 他要他自己要開論壇啊 那你他講話了他那個論壇怎麼開 巴黎那個論壇怎麼開 說得事啊 所以先裝模作樣一下是不是 哎 對 就立場前後不一致嘛 畢竟那個論壇也沒邀請以色列 還要幫巴勒斯坦說話 是不是 對對對 這樣好像會差太多 本來就會差很多 所以 局面就是如此 所以我們就看到了這個 悲劇的在進行當中 那這個有關你當然哈馬斯 會傳出很多很多的消息 可是哈馬斯現在已經不是困獸之鬥 比獸還悲慘 這是一個 那有人講說 這個以色列有摧毀很多的地道 剛開始很多人講說 一開始實在地道占500公里 以色列根本沒有辦法打贏 一開始說很難打 然後什麼之前在伊拉克 美軍也是打得很慘啊 所以這一回以色列真的有辦法打嗎 然後現在傳出來是 他們要開始存水存氧氣 我不太清楚氧氣應該要怎麼樣 就是去做好保存 然後說要做長期長逆的準備 那不可能做長期長逆 哇 第一個時間我就講說 以色列根本沒有跟你打地道戰 因為我研究過很多的戰史 因為我們當時被強迫了念越戰 越戰就有地道戰 那個越戰的地道戰 跟馬里烏波爾的地道戰 跟我們想像中的地道戰 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因為越戰的地道戰不是拿來打戰用 是來運送物資用的 他運送物資就是說 我如何透過地道不讓美軍轟炸到 所以他地道很長 所以要運進城內的 運進給遊擊隊的 所以他本身不是作戰用的 地道要來用來作戰都很困難 因為你要運送大型的武器 根本不可能 那如果你沒有累積太多的武器 那你又不可能作戰 那要跟你打地道戰 有人講說上次以色列打地道戰 就死得很慘 那不一樣的情勢 因為以色列當時是要抓恐怖 他是口中的恐怖分子 所以跑到地道戰裡面去清理 現在以色列沒有要抓恐怖分子 他是要整個把你所有的哈馬斯人 全部埋在地下 清剿 他就乾脆全部埋在地下 就像現在哈馬斯的最高領導人 已經知道被困在某一個地道 已經進出都無法有困難了 以色列就坐在那邊等你啊 那你說我要存水啊氧氣 那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那根本是一個想像中的事情 因為地道裡面的氧氣 最重要靠什麼 靠發電機不斷的 就讓空氣流通 要不然他沉積的二氧化彈 一氧化彈就會堵死人 很多人挖過礦根都知道這個經驗 因為氧氣是靠大氣流動來提供的 底下不可能有自然的氧氣產生 那你說以色列斷領能源 現在要炸了水庫讓你沒有飲水 那你要從哪裡送水進來 你無處可以送水 還有以色列現在很可能正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開渠道 就像中國古代的倭仲田一樣 開渠道 要引地中海的水要灌進地道 找水 從外面找水源 地中海的水是鹽水不能喝的啊 對 他要淡化處理 我說他哪有辦法 哈馬斯沒辦法 所以以色列要引地中海的水要灌水 要灌到水 那個哈馬斯的地道 就是要整個打地鼠那種灌地鼠的那種感覺 對對這全部淹死 你不出來不投降就沒事 之前俄屋戰也有討論過這個做法 但俄屋戰爭因為不需要為什麼 因為俄屋戰爭馬里烏坡的鋼鐵廠的地道 這個俄羅斯採取一個方法 我就等你出來 他在外面不斷的轟炸 不斷的轟炸 讓你出入口幾乎都快被消滅了 所以你沒辦法說我串這裡出來打你一槍 打你一槍有困難嘛 那馬里烏坡鋼鐵廠的地下的一個儲存的地方 比現在哈馬斯的還要寬還要大 對那個聽說還是全部都用就是 這個是水泥啦 那不要想是用鋼板還是什麼之類的 更強固的 所以對於這個 這個以俄屋戰爭等於給以色列很好的教訓 我幹嘛跟你打地道戰 我就是炸了房子把你的出入口給封住 然後看到你有出入口的地方 他現在講了說有有130座地道竖井 地道竖井 然後我通通就丟炸彈進去就毀掉了 他崩塌了你就出不來了 有意思是說打那種什麼海綿炸彈 對封住了 就是進去之後就會封住這樣子 丟下去一爆炸開來 就整個硬生生把你封住了 包括空氣都沒辦法流通了 對 所以這個可以看的時候 以色列現在是一直往前推進 當然有人講說以色列說 進到市中心會動大傷亡 沒有他進到地道已經兩三天了 沒有什麼重大傷亡 所以哈馬斯說有一些 對啊哈馬斯是有影片出來說 跑出地道開了幾槍 炸毀以色列多少的坦克車 這個數字對以色列根本不是問題 他後面躲得很 那現在就是說 那現在就是說整個以色列的戰法 非常像這個俄羅斯這個蘇洛維軍的戰法 就第一個先切割南北加薩 對 南加薩暫時不管只管北加薩 對 第二個他現在啊 轟炸了以後 又把原來很狹窄的道路給推平 所以就變成視野很開闊 你這個哈馬斯要進行所謂的 城鎮作戰靠著建築物來攻擊 這個以色列的空間就少了 而且很多的建築物轟炸崩塌了以後 他的出入口也被埋住了 所以造成哈馬斯的作戰有高度的困難 他的兩萬人的一個卡桑旅的 卡桑旅是他軍隊的名字 現在能作戰的他們評估大概不到5000個人 不到5000個人 那已經大概有3000以上的人死亡了 就是哈馬斯的戰士 他其實這樣目前聽起來就真的是 從資源上面 然後從作戰的策略上面 再從人力上面 基本上好像都不站在他那一邊 但是我也想請教 目前在線的朋友 來我們來看到是 像是這一位是誰 這是摩根利他又想問 因為以色列前幾天確實有說 有可能用到核彈 大家就開始問 不可能 是嗎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如果有的話誰會給他 那另一個是什麼 另一個是我也想問說 那美國呢 你剛剛講政治的戰線這一邊 基本上以色列不太可能贏 因為戰事這一邊 我們現在看起來就很明確的一個路子了 政治這一邊你看看 因為像現在新的這個 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Brown 他就直接講了 他認為拖太久對以色列有風險 然後他還特別強調 就是應該要趕緊的速戰速決 這某種層面來說 基本上跟納塔利亞胡有點像喔 那現在呢 包括他們內部有很多的是 他們自己的美國人跳出來 說要求一定要停火 沒有辦法再接受 這樣的一個美國政府 那拜登呢也被講 說你這個國際事情這樣處理不好 你要不要直接換Michelle來啊 他比你厲害啊 有沒有可能他選可能都還有變數 你怎麼樣來看 在這個國際局勢上呢 因為目前我們看到 在Muslim這邊 他們禮拜天找伊朗來一起開會 可是呢 沙特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沙烏地阿拉伯 反而還去跟以色列講說 我們之間的那一些談判啊 我們還是可以持續進行 但是我會關注巴勒斯坦 呃事件的發展 加薩這邊狀況的發展 這個是到底有挺還是沒挺 區隔處理 區隔處理 對 區隔處理 這個美國的這個新任的參謀首長 他講的當然是對啦 這加薩戰士拖太久 對以色列有風險 這個大家都知道 可是不會拖太久 第一個不會拖 因為兩邊懸殊太大了 就是我現在講的地面戰士 兩個月內一定結束 現在已經是 已經快要到結束的階段了 所以已經在開清角的階段了 那地下的部分啊 他就手輸帶吐 你能氧氣用多久 你水能用多久 你出入口已經很少了 所以出入口就是 這個哈馬斯的優勢 但是現在出入口都被堪緊了 而且所謂的500公里 基本上都在北加薩的部分 南加薩的地方很少 那再加上他地道 其實有通到了海上面去 但是不要忘記海面上面 已經被以色列跟美軍給封守了 所以這個地中海 反而對哈馬斯不是有利的 那所以這個戰士 本來就不會拖太久 所以他不必擔心 再來他說有其他的武裝分子 會參加民眾會參加武裝分子 要參加也要武器啊 就像剛剛我們講到幾個 曾祖啊 附近的夜門啊 有胡薩啊 這裡面有點的複雜 我跟大家解釋 很多這些人都不是真心在挺哈馬斯 這是問題所在 舉個例子 埃及根本不可能挺哈馬斯 當然 因為哈馬斯是屬於所謂的 穆斯林兄弟會的組織 穆斯林兄弟會的很多的主張 跟埃及的政權的政治主張是藍原北側 那曾經穆斯林兄弟會在埃及曾經 靠著阿拉伯之村取得政權 可是不久又被埃及的軍事政權給推翻了 所以就是仇人啊 對 所以兩方面 再來你說約旦會不會挺哈馬斯 也不會 你別看約旦公娃講那個 約旦國王的爺爺 因為他爸爸定期比較短 他的爺爺還在在世的時候 當時有收留很多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 當時巴勒斯坦解放組織 總部是在約旦 但是當時不曉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巴勒斯坦人覺得約旦太消極 竟然在約旦發動政變 刺殺約旦國王 你說做他孫子他會很挺巴勒斯坦 好像這樣聽起來是家族裡面的 深仇邪漢 對 所以約旦國王也只是一個 安撫一下這些穆斯林而已 所以你看約旦有沒有動作 沒有動作 約旦變得後來非常親美 跟這個有關係的 那美國也在約旦設軍事基地 所以對於這個當時發動政變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失敗 整個就被趕到黎巴勒去了 被趕到黎巴勒去了 所以這樣的一個歷史 使得巴勒斯坦解放組織 在約旦已經很少有空間 而且當時發動政變之後 還成功刺殺了約旦的宰相 所以你說約旦人是什麼看這個問題 再來你說這個真主黨 真主黨跟哈馬斯不是兄弟 這共警署 這表面上是這樣 為什麼 因為真主黨是屬於伊朗之死的什葉派 他控制了黎巴勒的南部 然後哈馬斯又是遜擬派的極端組織 所以兩邊曾經打過仗 就是雖然看起來有共同敵人 但是他們也不是真的就那麼好 像藍軍跟白軍 哈哈哈哈 有共同敵人 不好說能不能合 所以你就知道 所以你看真主黨說我發個幾個炮彈打打以色列 在交代寒假做的 那敘利亞的伊斯蘭民兵那也是什葉派 他們跟敘利亞的遜尼派又搞不好 所以這種教派還有政治上的矛盾 使得哈馬斯在阿拉伯世界政治上是孤立的 沙特不可能去支持哈馬斯 理由在哪裡 哈馬斯主張共和制 伊斯蘭共和制 你是要推翻我君主制度的 哦 懂了 所以沙特不可能很認真看到這個問題 然後阿聯酋 還有其他的這個產油國家 幾乎都是君子制啊 甚至沒有議會啊 所以對哈馬斯的態度 你看哈馬斯是很平等的 有海內外的 哈馬斯的黨員代表 選出政治局 都是非常的集中民主制度在運作 可是對這些君主國家 這套制度行不通的 而且哈馬斯在各國都宣傳這種理想 所以反而是變成是他們 國內可能會善起一種反動情緒 對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他在 為什麼我第一個時間判斷說 其他國家不會參戰 所以不會擴大 原因就在這裡 是 所以政治上哈馬斯沒有處理成功 所以他幾乎就沒有軍事上的奧援 那國際上的這種人道主義的呼聲 是人很自然慈悲 博愛心理所產生 看到兒童被炸 然後看到這個平民的流離失守 人皆有同情心 可是這同情心的力量推不倒 美國停以色列的高牆 那美國的力量 現在沒有人有辦法在這方面挑戰 舉個例子 比如說中國大陸給巴勒斯臺很多溫暖 但是也不敢講停哈馬斯 一句話就不敢講 那你不停哈馬斯 他主要還是跟阿巴斯那邊在互動 一直以來都是跟阿巴斯那邊在互動 有邀請以色列來 有沒有對以色列進行制裁 沒有 全世界沒有人對以色列進行制裁 講得好大聲 我撤大使館 我召回大使 那你有沒有對以色列進行制裁 沒有 你有沒有沒收以色列的財產 沒有 沒有 那像那個俄羅斯你看 連那個俄羅斯包都被禁 連那俄羅斯的 托爾斯泰的作品 柴格夫妻作品 全部被禁 對 還有俄羅斯富豪財產被沒收 有哪一個國家沒收以色列 富豪在海外的財產 俄羅斯的富豪連遊艇都被扣押 現在有沒有 沒有 所以聯絡國投票哇多少 都是在一種人道主義 一種界限道的就不誇過去了 所以就你只能看著哈馬斯被消滅 還有巴勒斯坦老百姓會流離失守 接下來我再做一個判斷 當然有人不服氣 就兩國制度不會產生 欸 可是現在大家都說要推兩國制呢 講假的你怎麼推 嗯 你怎麼推 那你覺得以色列會就真的在那邊 就是什麼我永久的保護 這邊地區的安全就不走了嗎 因為美國一直要跟他呼籲 你不能佔領人家 不是啊 美國講了五步 對 其中第二步你聽了就知道是傻眼 就是說不容 不准許加薩成為恐怖分子的平台 光這個理由以色列軍隊就可以干涉了 可是他也有講說他不能佔領加薩 不能攻所圍困加薩 他不會啊 不能縮小人家的面積啊 都不會啊 只是我會在這裡 對因為我要打壓恐怖分子 恐怖是誰定義的 以色列定義的 那為什麼兩國論行不通啊 這也是今天我們題目裡面 這個我給起來兩國論啊 你說我蔡政委你要唱逆風啊 可是很不幸啊 從俄羅斯戰爭 未開始之前 我講的逆風幾乎沒有一樣失準的 因為我很冷靜在看這個問題 為什麼兩國論中國主張 美國也同意 以色列好像也不反對 但是就是不會成功 第一個理由是什麼 我們來看看 約旦和西岸現在什麼狀況 約旦和西岸 基本上還是屬於一種部落現象 什麼叫部落現象啊 就是這個村落猶太人 那個村落巴勒斯坦人 這個村落有巴勒斯坦跟猶太人混居了 因為以色列不斷在那邊囤懇啊 那囤懇30萬人啊 那比起其他呢 巴勒斯坦200萬人還算少數嘛 那這裡面出現什麼問題 因為它不是一塊一塊 是雜居的 比如說今天你這個村落 是巴勒斯坦人住 我這個村落是 以色列人住 請問你我們要不要搞圍牆 如果你要做邊界 那在現狀 我現狀解釋給大家聽 約旦和西岸 這個以色列跟阿巴斯政府 達成一個共識 把村落分成ABC三種 A種 就是由這個阿巴斯治理 然後治安也由阿巴斯負責 這個叫A類的村落 就幾乎就全部是巴勒斯坦人的村落 完全自治 那第二種村落叫做什麼 這個治理是由這個阿巴斯治理 但是治安由以色列負責 第二種村 B種村落 C種村落 這個治理以色列負責 治安以色列負責 那治安的意思 我軍警人員要在哪一邊 那請問你ABC三種村落 是不是很整齊的A一塊 B一塊C一塊 全崖交叉 所以它疆土化不出來 請問你怎麼成為兩個國家 那第一個問題 馬路的話都話不出來 所以兩個國家 除了你發展出有新的國家 那我超乎我想像出來了 第二個 這個約旦爾西岸叫做 這個什麼叫做水平切割 但切得很細 然後加薩走廊是垂直切割 更難為什麼垂直切割 因為那邊沒有猶太人 猶太人也不會去那邊屯肯 因為那邊不適合種植東西 那在這個加薩地區的時候 他們一定會交給阿巴斯去治理 畢竟他是中央政府 他有合法性 那他也跟以色列 簽了一大堆和平協議 所以維持約旦和西岸的平穩 現在在加薩走廊這一部分 所以雖然會交給阿巴斯去治理 但是以色列講 我要負責這裡一切的安全事宜 就是回到他那個 等於說他在西岸這邊已經實行過了 治理交給阿巴斯安全防護 B種存落擴大 變成水平的 這也符合美國說的 你不能佔領阿巴斯要來 對啊 我沒有佔領啊 反而就是因為你知道 阿巴斯其實他們法塔這邊 跟哈馬斯本來就不合嘛 所以反而某種層面上 阿巴斯是靠著以色列的力量 進到加薩了 好複雜 所以 對於巴勒斯坦人 他情緒很複雜 要挺阿巴斯嗎 好像他是傀儡 不挺阿巴斯嗎 他又是法統上的中央政府 他是真的巴勒斯坦人 間接選舉出來的總統啊 所以叫做自治政府主席 就是總統啊 所以有法理上的正當性 可是又覺得 三號 所以要有一個很長的過渡階段 很長的過渡階段 一定會有一些騷動 不斷的會發生 那以色列就隨時要駐軍 沒有說 他們都佔領跟駐軍是兩回事喔 比如舉個例子 現在美軍也造常是在 很多地方駐軍啊 比如在敘利亞駐軍 但是他有說我佔領嗎 沒有 所以這個文字遊戲裡面有很大的空間 那我請問你在這種情形底下 怎麼搞兩個國家 那我想請教 那所以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等於說 就幾乎美國是放手 讓以色列他 可以我大哥站著啊 我幫你做主 然後你要聽話 表面上聽話 但是實際上 基本上他好處也沒少拿嘛 哎哎哎 我只能說齁 美國人把以色列當小祖宗 現在踩到一個爛泥巴 你們覺得 哈哈哈 我就問拜登啊 你覺得拜登他現在會怎麼樣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這個拜席會現在呢 如果說接下來要談的話 那當然15號這個見面 地區問題是最重要一件事情啦 你怎麼樣來看 這兩個人在談地區問題 如果說你剛講兩國方案都沒有的話 很困難 怎麼搞呢 兩國方案就是說 現在以色列跟阿巴斯簽的約 就已經是讓巴勒斯坦 成為聯合國的觀察員 嗯 要不要成為一個正式的國家 那對聯合國就有一個要處理的問題說 那你土地疆域怎麼劃分 對 那這個可能要有更大的創意 這個創意我認為 結果可能會接近北愛爾蘭的模式 北愛爾蘭是不是國家 是啊 是嗎不是 有些地方認為是 對有些地方認為不是 對英國說這是我的領土 對 可是實際上在治理英國又插不上手 都是愛爾蘭共和國在插手 然後歐盟又卡一角 歐盟說這個是歐盟的關稅區 那你退出英國退出歐盟這邊不算 是 那個時候就是關稅的問題也吵很久 對 所以可能會處於一種 一種新型的類似 北愛爾蘭的模式出現 你說他是國家也是 你說他不是國家也是 但最可能就會成為以色列的反屬國 這個就是歷史上面 有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這是兩個不同的民主 不是因為它是一個演變的過程 他現在是以色列的佔領國 這是沒有辦法去否定的事實 那佔領國也不像殖民地 如果是殖民地 以色列還要拿錢出來建設 可是以色列一毛錢都不出 有錢的阿拉伯兄弟自己出 穆斯林世界自己出 然後但是就是 可能會成為一個反屬國的原因 就是因為領土狀況很特殊 然後你說在50年內 你說要這個一些穆斯林的武裝分子 不起來反抗你 在加薩走廊不反抗你 以色列不切事實 那不切事實以色列更有理由 在軍事上的不叫占領管控 管控 那這個跟川祖國有什麼不同 維安 對不對 沒有不同 所以不是他領土 他不管民事 不管這個建設 可是軍事自然在他手上 這真的是讓大家可以後續 我們蔡博士在現場 直接在預測 這過一段時間基本上 應該我覺得蠻快的 就可以知道這到底準或不準 Michael7028說讚讚讚 然後還有Wookie Miller 也說我們的博士的國際經濟節目 都非常的棒 BoboFait也說一定要按兩次讚 好 非常謝謝大家 我們這個現場直播 有什麼問題 我們都歡迎提出 像南拳道義他有特別提到 馬來西亞的馬來西亞的馬來人 現在已經不吃什麼肯德基 星巴克這一些 就是馬來西亞有蠻多的 我知道 這合情合理的一種情緒上的一種 一種反射 這是對的啦 對對對你美國 你美國怎麼搞成這樣子 當然 馬來西亞跟美國關係相當好 可是即使這麼好 一個這麼好的朋友 你幹的這麼爛事我不能接受 我不吃你東西抗議一下總可以吧 民間啦 其實非常多的 不同的也看到很多人走上街頭 來表達自己的聲音 其實這一些呢 基本上都值得被重視 我覺得不同的聲音都值得被重視 當然回過頭來 這件事情現在呢 在拜習會上面一定會談 談的怎麼樣 不知道 可以等到15號 應該有吧 雖然外交部這裡還是沒有承認這件事情 我們就當他有啦好不好 因為各國的媒體啊 然後白宮啊 紛紛都是這樣子講的 因為目前在兩邊的氛圍上 也要請教博士了 經濟專家 來葉倫跟何立峰見面 何立峰這次的見面 大家本來以為在王毅之前 結果沒想到 王毅之後 而這一次的談呢 雙方據說會談一些具體的 因為央視這邊啊 他們直接的發表了談話 說呢美方必須重視 中方這一次的六點關切 一個對中經濟政策 一個供應鏈 半導體 然後呢 中企在美國投資公平待遇 那再來應運全球挑戰啊 抹黑中國銀商 這些就是一些反應嘛 重點放在了科技業嘛 還有供應鏈嘛 你怎麼樣來看 會有具體的回應嗎 因為葉倫他的講法是說 我們是有想要跟他好好來討論一下 國家安全限制啊 還有科技出口計畫等等 真的 真的會有失職嗎 我們看這個問題啊 要從時間走跟空間走來看這個問題 嗯 在何立峰去之前 王毅先去了 對 王毅跟布林肯 兩個老人 老男人 關在房間談七個小時 嗯 談什麼 你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們只能揣測 坦承有實質意義的對話 你可以當外交官 哈哈 我都會背啊 我都會背了好不好 每一次都一樣 好 再來 葉倫跟何立峰 召開經濟跟金融論壇 對 所以參加的不只他們兩個 所以要談什麼 會談什麼結果出來 好 這個是事先我們要預測的 然後這個環球時報所累的這個六點 其實已經把所有該吵架的問題 都放到裡面去了 因為他的範圍是槓要式的 是 然後還有一個大家沒注意到 張宥霞去俄羅斯 對 同一個時間的 然後張宥霞去俄羅斯完了以後 11月幾號好像17還25萬 要去東南亞 一年內 幹嘛 建誰 奧斯汀 美國國防部長 所以奧斯汀在 這個星期有聽到他在喊話 他要建中方的防長 三件事情三個重要人物 中美兩國的重要人物 大概中美兩國 這三個人一出現 大概就是兩國政府最高層的接觸 接下來只剩下 習近平 拜習會 習敗會 所以他們在討論的問題 有爭論的問題就會送上去習敗會來討論 沒有爭論問題就解決掉了 好 那我們就問 張宥霞去俄羅斯幹嘛 張宥霞去俄羅斯幹嘛 他不前幾天相散論產才跟邵逸谷見面嗎 現在這一次跑去 媒體說他跟普丁聊了一個小時 相談甚歡 可是另外的俄羅斯媒體說聊了兩個小時 奇怪 手錶不一樣 普丁什麼時候這麼熱情跟人家談事情 談兩個小時 馬克宏上次去不是半小時打發就完畢了吧 所以表示中俄之間有重要事情在討論 然後普丁露出口風 他說我們要談太空計畫 我們要談衛星計畫 我們要談軍事科技交流 我們要定期軍事演習 在透露什麼訊息 雙方有軍事方面的合作 針對誰 針對於太空演習的這個部分 是不是針對美國綁著亞洲北極圈 你不要躲開就是美國 天理一下外交官 讓我老半天不把真正的對手講出來 所以談完了接下來就是跟美國談 美國很急切希望跟中國做軍事對話 這是美國要的 因為美國基建一直在東亞放來放去 怕出事 第二個 如果現在發生台海戰爭南海戰爭 美國沒有應付 沒有應付的證據在哪裡 他們現在連供應以色列砲彈都不夠 更不用講烏克蘭 砲彈還不想其他更高級的武器 愛國者飛彈還要從烏克蘭拆到以色列來用 他表示他沒有了 該打也要把俄羅斯給打光 那何況其他的基建老的老該推也推 中國全部新機新建 那真的要尬一場嗎 何況中國像後面有俄羅斯 那美國要找中國談核武軍控 就說中國你有沒有跟俄羅斯買核武器 簡單講就是這件事情嘛 所以這一連串的軍事對話 是真正的重點 而且焦點就是 是不亦無益 美國無益與中國武力衝突 但是請中國要放手嗎 中國說這是我家門口耶 他不是說不計安全帶 你反而比較安全嗎 對啊 你不來我攔你啊 對啊 所以這個一定是一個討論的焦點 那所以 等於張宥霞跟國王部長 習近平跟拜登一定會談到 有關於台灣海峽跟南海裡面 如何軍事對話 其他地方不需要嘛 庫月島跟中國什麼事 對不對 北方市島跟中國什麼事 所以這個是中國要去處理的 再來美國事不一沒有的 布是說他不搞小圈圈 起來對付中國 那這個你有沒有做 對不對 你這個承諾的問題 如何去實現 你說你不支持台灣獨立 你做了沒有 還是你變本加厲 這個也是習近平才能討論的 那其他的 基本上何立鋒跟越倫 就可以敲定了 越倫就是最重要的說 你不要賣美國公債好不好 你繼續跟我買個 2000億美國政府公債好不好 真的你們一直在賣耶 8月的時候又在大賣 146吧我沒有記錯數字的話 你講的很好 我去年就叫他賣了好不好 金子狂買 對你就記得對不對 那現在真的金子狂買 可是現在買高檔啊 而且現在買金子 都買俄羅斯的黃金 等於是在 從美國觀點 人家軍援俄羅斯 金援俄羅斯 因為俄羅斯產金國嘛 所以金價不會漲太兇 因為俄羅斯急著賣黃金啊 賣黃金他才會全打仗啊 不然他明年的財政支持很大 那這個賣美國政府公債 他們講好聽一點說 清庫存 事實上美國眼中就說 怎麼啊你要給我脫鉤 對啊你不是給我脫鉤嗎 你供應鏈不給我脫鉤斷鏈嗎 要我自己做什麼這個升騰91V嗎 你要我自己做這個什麼那個 這個什麼 Mate Pro嗎 對不對 那我自己做啦 所以兩方面的科技的限制的纏度 也就是何立峰要跟葉倫去談的 供應鏈的問題 供應鏈主要還是不是什麼 汽車啦家具就是在半導體 可是我也想問 供應鏈在半導體 但是制裁的全部都是雷蒙多 那現在是葉倫去跟他談 葉倫到底有沒有代表一些什麼 葉倫主導 但是我認為商務部會派代表來 因為他是經濟安全論壇 他們會一起在談這個問題 因為在美國的位階上比較特殊 美國政府的位階 你看到美國憲法的規定 他們運作的實力 他的部位首長第一名就是布林肯 第二名就是財政部長 國防部長排到後面去 錢比較重要吧 美國人多現實啊拜託 大部分國家的財政部長都沒什麼行情 但是為什麼美國的財政部長分量特別重 因為他是美元的供應者 最重要 然後當然接下來就是一個不算隔遠的聯邦 理事會主席被稱為地下總統 你看多事情 對 這是美國的制度 因為美國是資本主義社會嘛 所以在這一場APEC的會前會 或者場邊會 會外會 葉倫和立東就算會外會 對 所有的落的就是現在 中美兩國如何相處最重要的 那我們很明顯看得出 中國也希望緩和中美之間 這種很強烈對峙的氣氛 是 讓步的證據是什麼 讓步的證據就是 香港特首 李家超 美國要發邀請函 然後李家超說我太忙沒有空去 也就是 香港有個面子 美國有理事 中國讓步 要不然你叫他不去 我習近平去幹嘛 對 因為之前就說卡在那 對 那現在變了一個型 中國覺得有個樓梯下 好 不跟你計較了 我們要談實質問 表示中國也想跟美國做關係的緩和 為什麼 地緣政治不要弄得太激烈 因為中國還要準備了時間 中國需要爭取時間 爭取時間有幾個方面 中國的經濟跟科技 現在要爭取個三年時間左右的空檔 這三年第一個 他內部的房地產問題 內部的外銷問題 還有內部的這些地方政府的 產生的地方金融的問題 他大概需要兩到三年的時間處理 那在軍事上面 雖然他現在有很多的航空母艦 不斷的出來 但是都要嘛都剛成軍 要嘛還在 還在西裝 還在這個製造過程裡面 像福建艦就是 那你的戰鬥機 雖然什麼殲擊殲擊一直製造出來 可是一個戰鬥機 如果沒有讓飛行員 在強度很高的演習狀態下 弄個三五年 這個戰鬥機 在面對龐大的戰爭的時候 都會有問題 都有問題 所以習近平也要為解放軍 爭取個三五年的時間 所以美國人才不斷的盤算說 2027年 中國的軍力會到高峰 是最危險的地方 但也有人講說2030年 講的就是中國在處理這兩塊問題的時候 所需要爭取時間 不要再讓美國在地緣政治上 給中國帶來太大的壓力 然後最後一個小問題就是 中國的半導體也要時間趕上來 雖然說已經能夠做到7奈米了 但畢竟是用成本比較高的方式來做 因為中國的光科機目前還趕不上來 所以是用舊有的機器去優化到一個極高的境界 那成本就會高 良率相對比較低 所以您也預估 因為我之前之前您也講過 光科技一定是跟得上來 對跟得上來 所以就是現在就在等這個時間 對 全部都在等時間 在等時間 用時間換空間 對 那所以現在如果說是這樣子的話 那您怎麼樣來看 因為在科技業這一塊 基本上呢 美國這一邊他們自己的企業 你可以看到啦 政府跟企業真的是完全不同調 政府其實踩得很死 什麼都封什麼都封 然後現在聽說 連那個低階的光科技 它也全部都要封 就完全的不能賣 可是呢你看企業 包括了這個NVIDIA啦 然後包括了這個Intel啊 大家都說你那個不能賣 我趕快再弄一個 就專門為了中國可以弄一個OK 美光在中國這邊先前有一些 起起伏伏啊 紛紛擾擾 但是呢進博會去不去 當然要去 不受訪而已 但是我們一定要到 所以企業界的態度很明顯 然後呢習近平現在說這個晚宴 然後這場晚宴呢 基本上是美國商界這邊辦的 然後呢就講說 你想要跟習近平做同桌 欸有價碼的 10萬塊美金 對 你怎麼樣看 據說啦 據說大家還是都很想要去 躍躍欲試 門票呢就是賣的 真的是讓大家看得到 美國的企業對於中方的市場 還是有需求 這要怎麼樣去解釋 美國內部自己的一些情緒 你知道齁 在美國總統競選的時候 你只要交個 兩千塊美金 就有機會跟美國總統合照 嗯 現在是 要花4萬塊才能跟習近平吃一頓 同一桌吃飯 那一桌是多少 是40人的大桌子啊 不是10個人的小桌子啊 我看到的時候想說 我竟然做過探截呢 而且還要長途跋涉 從美國各地飛到舊金山來吃這麼一頓飯 嗯 所以你知道美國的商界 我經常講說美國兩股力量 一個是華盛頓的力量 一個是華爾街的力量 這個是華爾街的力量 他們想來跟習近平見面 然後聊一聊 聽聽習近平怎麼說 但是他們也會問問題 不過不是現場問問題 他們問題的作業方式 通常就是由主辦單位 事先說葉寧你有沒有意見 那個邵康兄你有沒有什麼意見 全部蒐集完了以後 由習近平在演講裡面統一答覆 他們外交上習慣是這麼做的 是 所以你說去的時候 有提問題的空間 這些大老闆一定是找很多的幕僚開始 我印象很深刻啊 有一年我們台灣那個星雲大師還在的時候 然後他要參加一個宗教團體到大陸去訪問 然後了解有習近平會接見 台灣來的佛教界啊 道教界啊 天主教 這些高升大德們 那星雲還是很緊張 他剛好有一次喔 剛好我在那邊 他馬上心看不見了 特別找我 他說我跟習近平見面 我要講什麼 我要問什麼 你知道跟很多人就難得趁這個機會 想要表達給習近平知道 所以你說美國企業界會不會這麼做 一定開始在進行作業啦 不是純吃飯 那一頓飯吃起來多辛苦啊 那習近平也會給他們一個 鋼要式的答覆 那鋼要式的答覆 這些企業界到中和大陸就可以 再做商業談判就說 哎貴國國家元首曾經在舊金山參會 對我們講什麼東西 希望中國的政府的官員 也依照這個來做 就有點像說 現在中國人家拿著 你不四步一無一嗎 對 一樣的道理 你要到舊金山前 你要先回巴厘島 對對對 要你回憶巴厘島的情景 是 所以在這個商界這邊 確實感受到的情緒不一樣 那只是說呢在民間 我剛剛今天看到這個消息 就是我感受比較深啊 因為我之前在DC這邊工作 一段時間看過美鄉 美鄉現在也要回國了啊 所以這所有的熊貓 明年通通要走 大家就開始在講 美中之間真的是有辦法這樣 一馬平穿嗎 原因是因為 美國所有之前呢 用作這個 和平善意的熊貓通通回國 現在反而是什麼 反而是他們把這一些 和平的小天使啊 送到了中東去 就看得出來此消彼長 但是彼此之間 您剛好特別提到了 呃 軍事對話交流會恢復 這其實是先前中方非常在意的 因為李尚福那時候 就確實嘛 他們有這個制裁等等的問題 卡在那邊 那之後呢 之後真的就是會 讓他透過跟張宥霞之間的對話 然後會變成一個常態嗎 因為房長目前看起來 沒有這麼快產生 但是張宥霞的位階 基本上是比房長還要高的 對 那之前呢 奧斯汀他是一直想要 是跟軍委會的主席這邊來講話 哦 那沒有辦法 他說他最後呢 就選擇跟魏鳳和是房長來講話 那現在反而是 因為這樣讓他跳一階 中方這邊的態度會是什麼 中央態度會持續的目前在APEC 這個席拜會所產生的緩和政策來推動 緩和政策 緩和政策就是說 雙方面會在軍事交流上重新恢復 相當程度的交流跟溝通 包括熱線會通 包括這個會有定期的一個交流 應該都會產生 因為這個對雙方面 避免軍事上的衝突非常重要 現在已經看得出來在台灣海峽 在南海 尤其在西沙群島附近 因為西沙群島距離另外一個 黃岩礁是蠻近的 所以這個方面的衝突希望能夠降溫 能夠管控分歧 所以我認為中方也在往這個緩和方面走 那美國正急需的 避免跟中國產生小意外 甚至於量成重大的衝突 中方不是不想要安全帶嗎 不是不想要安全帶 就是會在要求安全帶的過程裡面 去達成這樣的目標 對 基本上 所以一步一步的還是要朝這個方向來走 沒有錯 沒有錯 OK 那所以經濟上面 你剛剛講政治上面 軍事上面這一些 那軍事上面現在還有 就是他提到了他去 張宇霞去俄羅斯嘛 那現在布林肯講了一句說 這個他去韓國啦 G7完之後 日本完之後去韓國 然後就講直接講說 中國你應該要出手 對於朝俄的武器換技術 這樣子一件事情 等於說他其實在某些層面上 在地域上頭 他其實你一直看到他在跟中方這一邊 在幫他畫邊站 很難畫邊站 在所謂的俄羅斯跟朝鮮的軍事關係 美國在意的是 朝鮮大量製造炮彈送給俄羅斯 送到烏克蘭去 對 所以俄羅斯現在打炮彈幾乎遠遠不絕 為什麼 因為全世界傳統武器的製造大國 陸軍的製造大國在哪裡 在朝鮮 他的生產規模比台灣還要大好幾倍 軍事立國 因為他的炮兵最多 就像韓國人 經常很懊惱一件事情 他說我們每一次做兵推 只要南北戰爭發生 首爾沒有不被攻陷的 就是炮兵 現在俄羅斯戰爭也證實 炮兵才是真的主力 我們以前以為就是說 二次戰爭打完了 炮兵大概會輸給坦克車了吧 結果沒想到 現在有了無人機以後 坦克車被炮兵壓著打 就是俄羅斯打烏克蘭的 這什麼爆二坦克 來沒有啦 什麼 什麼布人 什麼艾布蘭戰車 來沒有啦 什麼英國什麼戰車來 沒有啦 就是無人機跟炮兵的這種精準度 已經不輸給導彈了 那你怎麼辦 所以對於這個擁有強大的火力 這種炮兵火力的朝鮮 如果再加上中國的無人機 加上俄羅斯的衛星導彈技術 無敵呢 我不敢講無敵 你說首爾本來是五天被攻陷 現在搞不好說了三天 那你對這個 這個韓國除了 除了遷都以外 大概是沒有第二個辦法啦 那美國當然很緊張啊 美國這種狀況也無力幫忙朝鮮啊 難道重演一次 朝鮮被打退到了釜山以後 美國他去幫他打回去嗎 那中國也許不會再出什麼支援軍了啦 但是現在的北韓也不好惹啦 已經不是無下阿韓 已經不是啦 技術增長 所以美國布林肯當然會講 中國你也差不多了 你跟我雖然不是兄弟 也至少不是敵人嘛 你也收收你隔壁鄰居吧 那中國對這兩個國家 是有一定的影響力 這點不可否認 那俄羅斯拿什麼東西給朝鮮 核彈 核彈技術 導彈技術 俄羅斯已經退出什麼 美國自己撕毀什麼中層導彈 俄羅斯退出什麼東西 那就不說限制啦 我偷偷塞一點技術 這個是導彈技術圖 潛水艇技術圖就做出來了 所以對美國來講 對日本韓國都是很大的壓力啊 然後這個韓國跟日本 也不敢在尾巴戰爭裡面站隊啊 當然 G7的時候 第一個時間的時候 日本的時候沒有的事 我在旁邊偷偷休息 你們G6自己玩 那韓國更尷尬了對不對 因為韓國的很多的軍事 你講飛機啊 軍事機器 那韓國的很多的軍事 軍事機器 是跟以色列合作的 他以後是跟阿拉伯買的 你知道怎麼辦 那有人講說 俄羅斯一定會幫哈馬斯 打這個以色列 還有沒有搞醜啊 俄羅斯最好的朋友就是以色列 他不輸給美國 理由有兩個 第一個 俄烏戰爭的時候 誰跑去俄羅斯訪問的 不就是那坦亞胡嗎 第二個 美國所有的朋友都制裁俄羅斯 只有一個沒有制裁 就是以色列 然後以色列還賣了很多的無人機 的技術給俄羅斯 因為他無人機很厲害 所以他們兩個怎麼可能翻臉 而且國際上很現實問題說 我幫助你哈馬斯 我會得到什麼 沒有 得到人道主義的掌聲 沒有國家會買這種單的啦 所以我才回過來說 俄羅斯的問題跟中國 要去面對俄羅斯跟朝鮮 也有一定程度的限制 不是想布林可能說 我推你到前面去 中國你就幫我做點事 不太可能 可是表示韓國跟日本 對於朝鮮後面有俄羅斯跟中國 是挺在意的 很在意 那日本呢 我現在最後一個問題想直接問 日本現在一直在喊要按席會 但是呢 包括了核武水問題 因為現在看到了 他們對於警理啊 現在也開始就是不要再讓他進了 那 中方這邊會同意嗎 不會 這個就沒有了 拜席會會有 按席會不會有 因為 你現在 剛剛才開始排第三階段的 對啊 核武水 月初的時候才剛剛那個 對啊 你第四階段 搞不好過了十月你又來啦 搞不好 欸 那你不就剛見完面 馬上又來 對啊 你不是打臉習近平嗎 怎麼可能吧 對不對 對 習近平有需要去冒這種政治風險嗎 你拿什麼給中國 沒有吧 國際政治很現實就是交換 拜登一定有拿什麼東西 跟習近平交換 才見得到人 對 最重要就是說 拜登要在台灣問題上 怎麼 給大陸滿意的答案 嗯 大陸已經講了N次了吧 嗯 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對 好還在講一次嗎 台灣問題是 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的核心的核心 你要講幾次 你還聽不懂嗎 嗯 所以這個問題拜登一定會讓步 嗯 那只是我們要看他怎麼讓步 他前一段時間不是為了爭取跟習近平見面 特別派羅森伯格一年內跑台灣兩次嗎 你看什麼時候跑兩次 沒有的啦 那個 那種 AIT理事會主席 一年來一次就很了不得了 其他都是台北辦事處長在辦的嘛 孫小雅在做就可以 你還跑 跑來以後還把總統候選找來 欸我跟你們講啊 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喔 為什麼 講得非常明確 對 這個就是要做一個動作 給這個大陸這個看 可是大陸會滿意嗎 這樣子就滿意了嗎 不會 嗯 你拜登本人要做 你不能動不動講說 哎 台海發生戰爭 會不會派兵啊 老先生說 哦我會 然後馬上白宮就否認 你在玩雙簧嗎 嗯 所以這個時候 空間就會 美國的空間就會 逐漸的縮小 嗯哼 所以之後他之前 答應承諾給台灣的啊 比如說軍事融資 哎很好喔 給你錢用啊 比如說我第一次都用總統撥款權 給你們台灣 哎這些其實都是他先前 他的一些動作 以前沒有的動作 現在在今年看到的動作 那這些動作 在這場拜習會之後 美方會不會態度上面 有明確的轉向 會收誰 不知道 一定會收誰 他收誰紀錄可多啦 也是啦 敲鑼打鼓 我要賣魚叉飛彈給台灣 結果咧 在空中 在雲端 哈哈哈 然後不好意思 你再等等 你再會啦 會給你 現在那邊比較需要 你再等等 你在講笑話嗎 以色列有缺你那個戰車嗎 我們要買自走炮嗎 對 帕拉丁自走炮嗎 定金都給了 嗯 輪子都沒看到 對啊 還有很多啊 推計的大概有 100多億美金吧 或者是本來說要賣 後來發現 不能賣 也很多啊 欸假的啊 怎麼會是不能賣呢 那為什麼 烏克蘭連錢都沒給 你都什麼東西都變得出來 嗯 沒有的還到歐洲去釣貨 哦 叫人家吐出來 哈哈 就這個東西他隨時可以 那是什麼 伸縮自如 對 目前在線的朋友 非常感謝大家 對我們今天是直播 非常謝謝大家 Ken說鴻門宴還是不去的好 您講的是哪一場呢 另外呢 還有在講什麼 這個Sandy Lee說 美國的這個對中文三不政策 他認為是不敢打 打不贏離不開 然後呢還有誰 Bobo他是認為 其實以色列基本上跟強權 是分不開的 然後Drain Millen也講了 以色列和上三場 基本上呢 都還不錯 Ken是一直覺得說 怎麼樣他都覺得 習近平不會去啊 但是呢 剛剛我們這個博士幫我們 分析了一下 大家可以聽聽看 你覺得這個分析合不合理 然後等到15號 你就可以驗證 博士講的準不準 原因是因為什麼 我判斷研究判斷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對 然後那一段期間 剛剛博士也說了 岸田他們其實最近 有找那個國安 他們的相關高層 去中方這邊跟王毅見面嘛 也是在運作這個暗席會 博士分析 暗席會不會有 大家等到APEX 先講清楚 就是一一來驗證 大雜會的會會有 廠邊的會不會 廠邊那個一對 我們講暗席會 就是兩個人一對一那種 對 關起門悄悄談的 正式會面 好 很好 我們今天又從博士那邊 拿到非常多的預測 就等到我們 下一次時間到的時候 再一一跟大家 一起來驗證 今天全球大白費 非常感謝大家 在線上跟我們參與 我們下個星期五 中午12點半 準時線上見 拜拜 有甚麼事 真正的 歌詞 我們下個星期五 就要不再 都由你來 有任何事 下個星期五 就能起床 有任何事 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